这个视频中,我来带你看看函数的单调性 单调性其实就是函数的增减性 我们把函数图像中斜向上的部分称为单调地增的,也叫增函数 斜向下的部分就称为单调地减的,又叫减函数 描述的精确一点,这个函数它在-5到-2是增函数 在-2到1是减函数,在1到3又是增函数 在3到6又是减函数 其中-5到-2和1到3都叫做单调地增区间 而-2到1与3到6则叫做单调地减区间 注意,这里我在说单调区间的时候,用的是和而不是并 因为如果你把-2到1与3到6并起来 虽然在这个区域内每段都是单调地减的 但如果你把两段并一起看,就不是始终单调地减的了 比如你看从x等于-1和x等于5这两个点 f-1小于f5就不是单调地减的 所以在说单调区间的时候,只能用和来说千万不要并起来 明白了吗 递增递减说完了,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首先,之前写的单调区间都是b区间 但单调区间两端到底是开的还是b的 要看函数在区间端点处是否有定义 要是没有定义,就不能包含端点,只能是开的 否则我们一般就写b区间 另外,要是函数有一段是水平的怎么办呢 嘿嘿,图像水平的部分对应区间上就没有单调性了 既不能把它放到递增区间,也不能放到递减区间里 明白了吗 好,再看个例子 fx等于x,这是个一次函数 它的图像从左下一头扎到右上 始终是单调区增的 那它的单调区间是什么呀 当然就是整个实书范围了 你可以写负无穷到正无穷这个开区间 也可以简单写成r 对于这种单调性一致的 以及涉及到正负无穷的 相信你也会写了吧 好,通过函数的图像 很容易看出函数的增减性 也就是函数的单调性 但图像毕竟不够严谨 都高中了 你得学会从具体到抽象 那单调性精确的代数定义是什么呢 还是从这个图上来看 单调地增 就是在区间内随便挑俩数 x1和x2 只要x1小于x2 就都有fx1小于fx2 要是x1x2移动到后面阶段里 图像就是倾斜向下的 也就是x1小于x2 都有fx1大于fx2 那就是单调地减了 所以在一个区间内 只要任意取x1小于x2 fx1都小于fx2 那就是单调地增的 反过来 要是认取x1小于x2 fx1都大于fx2 那就是单调地减的 所以现在就算没有图像 只通过函数解析式和单调性的代数定义 你也能判断函数的单调性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简单 好 进入总结时间 这个视频中 我从图像和定义两个维度 给你讲解了单调性 首先从图像来看 斜向上就是单调地增 对应x的范围就是单调地增区间 斜向下就是单调地减 对应x的范围就是单调地减区间 而图像水平的部分 对应区间没有单调性 另外 从定义上精确的来说 在一段区间内 任意x1小于x2 如果fx1都小于fx2 那它就是单调地增的 相反 要是有fx1都大于fx2 那它就是单调地减的 怎么样 单调性单调区间都搞清楚了吧 那就赶紧动手秒杀题目吧